我说你干嘛卖掉 三阳百利公附近 我说现在如果你没有卖掉的话 大概可以翻个三倍 他说我知道 可是我自己独居那边 我差点死掉 我真的这样不行 我说那是因为你独居 你要独居死掉 在台北也可以成立的 勒林养老宅 他的每一个动向 每一个走道 都是轮椅可以通行的 你就算插管了 你都还可以来看乌 他的邻居设备最完善的医院 整个建案他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养老的话 那住在这里就是非常的安心 一户两亿 旁白克报报 高山峰魔改安坑40年破公寓 讨教曹西平前进曼谷之产 人生的第一栋房子 你绝对不可能是 我要拿来当包租公 然后我要继续跟我爸妈住在一起 以自住为优先 是高山峰认真聊访式 他为了让四口之家各有空间 2022年决定换错大改造了一间 破坏烂烂的老屋 原本我是住屋 社区的大厦 去年我搬到也是一样同一个街上的公寓二楼 我住的那个街区 它可以选择的房型不多 只有三房 但是我其实比较想要四房的房子 所以我就只能找旧的公寓 40年 1000万而已 大概34平吧 因为是老公寓 实际使用的面积 比后来 又公社啊什么的大很多 管线全部更新 你等于里面旧的东西要刨掉 整个屋子等于打掉重炼 我还有一个就是 买来让我爸爸当画室用的 10年前就买了 大概1300多万吧 文剑姐姐你好 哈啰 高山凡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前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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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Sawadika 我呢 现在第一次到曼谷来买了房子 然后准备我的退休生活 没错 你买多少钱 大概1800万 那我们家有360度的游泳池 这是我没有看过的地方 然后健身房是在顶楼 嗯 那个在台湾可能要花 2亿才有这个品质生活吧 好心动哦 他买在EckMine 也在BTS站沿线 曼谷很大 是台北的六倍大 住在曼谷的蛋白区的话 坐车进到市中心 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 泰国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不是永久产权的区域 他反而比永久产权的还贵 台湾也有这样子的金站吧 金站好像就是 不是永久产权嘛 他可能就是八折价 你就可以买到 泰国的有钱人认为说 我是住在国王的地上面 那这是身份的象征 地是国王的 但是你可以在上面盖房子居住 就是因为这是皇室的地 所以我住在 我住在这一块地上面 我的身份高人一等 勒邻养老宅 他的每一个动向 每一个走道 都是轮椅可以通行的 你就算插管了 你都还可以来看乌 他的邻居设备最完善的医院 整个健康他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养老的话 那住在这里就是非常的安心 那一户两亿 我甚至已经跟我老婆说 我们下一个房子 不要买在台湾了 我们可以买在曼谷 送孩子出国去念书 每家路途比较遥远 价格比较贵 你说日本物价其实也不低 如果你是到泰国去念 他们的国际学校的话 那就至少三种语言 泰文中文跟英文 你想要推动观光或什么的 他其实卖的就是一个创意 泰国会有那种猛男餐厅 他只是帮你送个菜 他也要跳脱衣舞 只是吃个虾酱炒空心菜 有三个猛男在那边伺候你 就是因为这样 我想去吃吃看 菜好不好吃其实已经比重了 你比不过吗 还没有 因为我听说 这些猛男们最近有点倦怠 虽然还是光着上半身 穿着冷红色围裙 可是那个敬业程度 比起初期已经下滑了一些 泰国最热闹的百货公司 我离那边是最近的 我那个地方叫培亚台 我坐到那个扒拉公 大概只要一站到两站而已 我说你干嘛卖掉 那个山羊百利公附近 我说现在如果你没有卖掉的话 大概可以翻个三倍 他说我知道 可是我自己独居那边 我差点死掉 我今天这样不行 我说那是因为你独居 你要独居死掉 在台北也可以成立的 三地娱乐新闻说的也是 报道